好 接下來我們繼續要來追蹤的是 這個高端疫苗其實爭議很多 尤其是衛福部已經說了 這高端疫苗的保護力的效益報告 如果10月底沒有補件的話 那麼就會廢止它的EUA 但是呢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呢 有很多人原本不是挺高端嗎 不過現在好像立場也轉換了 這是媒體人週預扣 好 他直接說了 高端你現在在哀哀叫什麼 一副怨婦的樣子 他直接開嗆了是高端的總經理 他說你的股票到底賺多少錢呢 好 因為呢 外界不斷質疑是 高端這當中有暴利 所以高端直接就把他的財報 給對外公布了 好 另外呢 這個ACIP小組的召集人李秉穎醫師 他在接受週預扣專訪的時候 他有特別提到 他說呢 其實高端已經有送了報告 但是呢 因為這個數據不完整 被要求說他要補件 他說呢 沒有看到數據 但是聽說高端送來的報告品質不好 好 他說了這四個字 品質不好 但是呢 大家一定還記得 其實啊 李秉穎他去年才說 高端的保護力推估有九成啊 因此現在就引發很多人的質疑 我們先來看一下喔 有網友直接說了 欸 你說這些話 我有沒有聽錯啊 難道現在變色龍名嘴還想幫 土力廠商的民進黨來做切割脫罪嗎 好 另外也有網友質疑的是 塔律幫中央廚房下菜了 現在是不是要把所謂的官商勾結 直接轉移到高端成為代罪羔羊呢 另外 這個網路的粉專布演了新聞台 也是質疑說 欸 現在李秉穎醫師 你是不是想要跳船啊 因為呢 直接解出 解出了這個新聞畫面之前 你不是曾經說過 莫德納跟高端疫苗 都是美國的國衛院設計的嗎 所以他們是失出同門嗎 好 前立委郭正亮他直接分析了 他說呢 李秉穎講出了品質不好這四個字 他感覺後面可能有大事要發生了 是不是有人要直接把刀給拿出來了呢 他說呢 現在高端這個相關議題 看起來預估一定會持續延燒 很有可能還會一路燒到2024年的選舉 好 另外一個部分呢 現在各界也在質疑的是 高端已經公佈了他們的財報 但是結果他就發現 原來唯一的買主只有一個 就是指揮中心沒有其他的買主 但是呢 如果來算一下的話 高端一劑應該是700多塊錢 不過呢 引發國民黨立院黨團的質疑是 之前如果按照陳時中的說法 推估呢 這一劑是871到881元 現在這一來一往之間 合計就出現6億元的價差 因此呢 立委費洪泰他質疑的是 你這些價差到底跑到哪裡去了呢 是佣金還是所謂的競選經費 而且又是誰拿走了 是在高端公司還是某人的口袋當中 他說呢 現在應該要好好的查個清楚 好 如果呢 高端你交不出保護力效益報告的話 就應該要撤銷EUA 而且呢 政府應該向高端求償 好 另外一個部分也要來追查陳時中的責任 包含了法律責任 還有政治責任 對於這樣子的質疑 其實防疫指揮官 王碧勝說了 他說這些全部都是 子虛烏有 憑空捏造 是惡意抹黑 政府宣布百萬高端族疫苗可以重新補打 當初打高端到底算什麼 專家這麼簡單 他的報告有送 但是品質不好 我沒有看到 就聽說的 允許高端戰士繼續再接種其他廠牌的疫苗 官宣了高端疫苗是個無效的疫苗 打高端若根本無效 政府為什麼要花36.2億買高端 高端說平均一劑754元 但當初指揮官這麼講 若照陳時中說的 政府是花1劑881元買高端 藍軍炮轟 這跟高端說自己每劑拿754元 若以購買的480萬劑來看 價差近高達6億元 請問這個6億跑到哪裡去了 還在高端公司呢 還是跑到某些人的口袋裡去了呢 到底是佣金 還是競選金會 誰拿走了 請陳時中出來講清楚說明吧 不能用這些所謂的 預測的 然後推算之後又說有價差 這些都是只需烏有 憑空捏造 惡意的抹黑 但就算高端族補打三計 恐怕也趕不上明年春節連假去日本 咪嘴唐罵百萬高端族該找總統選長 你民進黨一路護航嘛 蔡總統打高端 賴副總統也打高端 故意打高端嘛 那現在高端去不了日本 你說要補打 那個顯然是你整個從蔡總統以降 包括陳時中 你的錯啊 你要連2024一次把它處理掉了啦 我沒有要下架民進黨 我要消滅民進黨 拿36億買高端 現在還要拿10億元幫高端補破網 政府採購疫苗背後就怕是一筆爛賬 記者也為林辰宜榮 台北報導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物化器裡頭就可以做噴霧清消 非常的安全 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快點購網站上頭就可以賣得到